農学校 美发学校 指甲学校 对不对啊 开个学校教几种的 我说如果我来做学生 我学完了以后我出去 你还有什么 没有啦 对不对啊 但如果通过这个环境 我们再增加一种叫 教他创业 教他business 或者教他工作的能力 你教他工作的能力 但是他出去没有工作啊 我教他在家里就可以做事了 你要加上产品 我现在再加一堂课 免费的 教怎么样 create你的business from your home 我说征送这堂课给他 其他的就要没有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人做生意 他必须要有工具或者产品 美容要不要有产品 要啊 要不要工具 要 美发呢 要啊 指甲呢 我说我们刚好有这个产品 你就加上来 好了 所以现在再加上变成 教他创业的学校 这老板就不说 昨天我就跟弟弟谈 那前天已经 前几次 在差不多有一个月前 我也跟他姐姐谈了 昨天跟他弟弟谈 很接受 静静再跟他姐姐谈 他就成为我的合作伴 定下来16号 下个月的16号 开始开第一班 OK 好 我就每一次都拿给他 我就跟他讲 他姐姐第一次喝 觉得 这个味道好像 不能很接受 今天我放给他 他说我不喝 后面他讲话干了 口干了 他就打开了喝了 结果呢 他弟弟来 我又给他弟弟一罐 他弟弟昨天喝过 啪就打开了 我就喝给他看 好了 这个市场有多大 西班牙有一个团队 西班牙人有一个团队 我问过他 他爸爸是双 双钻石 就是哥伦比亚的 两对夫妻 费那哥应该认识 他的儿子就是钻石 他告诉我 他的团队曾经 有高达40%以上就是他 40%以上就是他 第二个 像军民 你叫军民拿金锅来做 他可能兴许不大 那这个啪啪啪开呢 要不开这个 要不开可乐 要不开咖啡 反正都要开一停 对还不对 你叫小军女姐 拿个金锅去公司炒菜 人家就是做不到 那他啪啪啪两罐呢 做得到 叫雅兹姐拿个金锅 拿个进取机 去公司讲做不到 但是他啪这个 拿着喝喝喝 那时候什么 我还有一个 我倒一点给你喝 你不要送他一罐 你倒一点给他喝 三五个同时在吃饭 倒一人喝一点 然后就讲这几样就好了 你会讲这几样就好了 就可以了 再来上YouTube上 雅兹最会的上YouTube上 看这个示范 YouTube上有的 你只要打 XS Dream 他就看来 XS Dream跟红牛的比较 你会给他看这个不能喝了 喝这个 这个不能喝了 喝这个 这个都可以 就这样的啦 就可以分享了 好了 我喝可乐也会习惯 我喝茶也会习惯 我喝咖啡也是习惯 对还不对 我喝矿水也是习惯 你知道我喝这个也会习惯他吗 您要做的第一步 叫分享给我喝 让我喝跟进 告诉我喝 第二个培养我喝的习惯 到我习惯了以后 你其他的我不喝了 我喝了也是应付应付 还是习惯 是要培养一个人消费的习惯 只不过是从可乐换来 这边的习惯 但是开始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喝 接下来你告诉我 让我一直跟进 一直跟进 我喝到习惯 你就放心吧 你就放心吧 再来你再教我 怎么样免费喝 我已经无形中成立的合作合伴了 这是最好的产品 最容易的产品 比如说 哎呦 我每天到晚都要在外面 就像军名说 我每天要到晚在外面 那我是不是一天要喝二十罐 不需要 为什么呢 开始打开 喝了三分之一 倒水进去 一十分的水可以倒吗 可以吗 好 再喝 再倒一点水进去 只是慢慢淡了而已 但是这个瓶还在啊 听得懂意思吗 人家看这个瓶 他就有兴趣跟你交流 人是言见为师 我看见啥 我会讲啥 比如说今天我们去看海 你会讲